看到兩傘就代表媽祖鑽叫到了 抬轎班和警方明顯加快絞成 12號上午11點就跨過大渡溪橋抵達彰化 縣長王惠美迎接媽祖到來 但中間又插曲 因為她差點遲到來不及 實在是今年速度超前 以往軟轎抵達彰化 都在隔天下午3點左右 今年竟然上午11點就到了 整整提早4小時打破20年紀錄 我剛剛緊急被通知到說 已經快過橋了 所以我就很緊急的趕過這邊 這樣比去年大概提早了 大概幾個小時 提早了快4個小時 不只繞進走很快 前一天晚上11點此時起駕 只花了156秒 鸾轎就走出廟前廣場 兩分半鐘撐得史上最快 時間大提早 防疫是主要原因 信徒少了七八成 行進時廟方也為了避免信眾鑽轎底 特地加快前進速度 我看好多年輕人 他們都已經走到白咖了 而且天氣又很熱 六月天遭近已經夠熱了 還要加快腳步追媽祖 不少信徒說體力確實吃不消 也因為時間早早抵達彰化 以往都是半夜才過民生地下道 今年太陽沒下山 鸾轎就抵達 警方600人力部署 準備手銬束帶嚴防搶轎 強調敢踩紅線一定法辦 記者綜合報導 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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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